你给我站住 你在这里干嘛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问你你在这里干嘛 我没事 没事 手里面拿的什么 什么都没有没事 我都看到了给我 我看一下 这个你不用看 什么都没有 给我我看一下 给我 B抄单 过来做检查来了 对啊 怎么说 挺好的宝宝很健康 很健康是吧 专门过来做产检了吗 对啊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 还想骗我 我都看到你发的视频了 你过来是准备把他打掉的吗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样 对你身体的危害有多大 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你怎么想的 阿博哥 要不是迫不得已 我也不想这样子做的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 不是 我一想到不要他 我也很心疼的 网上很多人都在劝我说 让我把他打掉 然后去好好地养现在的两个孩子 他们也说 一直让我再找一个人和我一起养现在的孩子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挺对的 我也考虑了很久 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一个人养他们三个的话 负担太重了 我也肯定养不好的 所以我就只能选择不要他把他打掉了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是吧 养不好他是吧 不要了是吧 是不是不要了准备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我养得起 我养得好 生下来 我养 可是阿博哥你已经帮助我们过多了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麻烦什么样麻烦 你生下来 我替你养 我当他的干爹 是个儿子就做他 就认为干儿子 是个女儿就认为干女儿 生下来我养和他 这个不行的阿博哥 什么不行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四五个月了 你早干嘛去了 现在打掉的话 你知不知道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 有多危险 阿博哥你不要说了 我知道 你不要再说了 就这样 你不要再说 我养好吧 睡下来 你跑什么 小孩来了 小孩 小孩怎么还哭上了 怎么回事 我先把眼泪擦下来 我是不是说出什么话了呀 怎么还哭上了 没有没有阿博哥 那到底怎么了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阿博哥 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但是这次真的我不能听你的了 为什么呀 怎么又不能听我的 你已经帮助我们够多了 你如果再这样帮我的话 我怕你以后你老婆都找不到了 哎 没有为什么 是呢 就这个 没事啊 我不在乎 是呢 是呢 可是我在乎 我呀 好哥 我不能害了你 你是那么好 真的那么帅 那么年轻的 以后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呀 我怕 以后对你有影响 所以这次你就听我的好不好 我真的已经做好决定了 网上很多朋友说的都对 只是我自己还没有想通而已 现在我真的想通了 你就让我做这次决定吧 不行 小花 你要是早一点做这个决定 我肯定不来这里 要是现在的话 真的太晚了 对你身体的伤害 很大很大 你是不是知道 而且还很危险 并且孩子是无辜的 你知不知道爱我是个小生命 你知道我 我知道 医生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但是 不管多大的危险 我真的做好决定了 小花 这个事情 我坚决不会同意的 我不可能 让你去做这个决定 冒这个险 我是认真的 你就把孩子生下来 我来养他 不管以后你去嫁人也好 不管做什么 这个孩子你就交给我就行了 你放心 我会把他当作是我的亲戚孩子一样去对待 我当他的干爹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就听我的 好不好 不行的啊 哥 我不能这样子做 你信不过我吗 你是不是相信我吗 不是的 我相信你的 那自然你信得过我这件事情 就这么决定了 可是 我已经牵你太多了 哎呀 是不亲我太多 没有这么一回事 谁非是你不让我当作是朋友 是这么决定的啊 就这样就这样 你看 一会儿别人看到就笑话了吧 我们回去了你就听我的 你看你坐在地上很凉那就知道了 小心我又感冒了 走吧就听我的 帮我当作朋友 听我的啊 我最近感冒了 别人知道了 你还能 吃点饭 我一直在饭 喝点水 我就是想要一封 吃饭 喝点水 这样就会做 我然想要一 Swift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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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